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那國春 你是碰到哪一個小 什麼樣的小姐 那跟你開過什麼樣的小姐 就是她 她的狀態是有喝酒 其實她是沒有能力叫車 我那時候就是我們在跑 那時候晚上11點多 會很醉人這樣 她 對 但是是警察幫她叫車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個行為是不對 警察會去處理 就代表那個小姐其實 一定是有人報警 就是處理 就是請警察 那警察可能不知道她要做什麼 然後又沒有犯法的行為之類 所以她就幫她叫寄人車 所以我那時候 照指滴滴的過去 那個警察是跟我說 司機大哥 你可不可以去前面 看那位小姐要不要坐車 然後我就照她的手這樣撥過去 我就看到一個 仰天長笑的小姐 就語無倫次 然後拿著包包這樣亂甩 我說真的假的 警察大人 但是我還是跟過去 我沒有問她要不要坐車 我只是跟過去而已 然後我就跟著跟著 然後她走進去一間便利商店 她去買一支高粱 一支高粱跟一整瓶的高粱 跟兩瓶礦泉水這樣出來 然後我就停門口 我也沒有問她要不要坐車 她就直接上我的車 一上車就把錢包 那個長頰 然後丟到我副駕駛說 然後老娘有錢這樣 然後我只是看到 但是有漏有一疊一千塊 我想說這個起碼不會美錢 我還是可以服務這樣這樣 後面 後面我說我還是禮貌性的說 就是我說小姐 這個錢包要收起來 才不漏白 等一下掉了怎麼樣 然後我就拿回去給她 然後她在 一開始她也沒說要去哪 我就說小姐請問你要去哪 她就說 我是官士音 她這樣講 她說她是一個官士音 然後我就說 那官士音小姐你要去哪這樣 後面她決定是要去汽車旅館 然後去汽車旅館的時候 就本來已經要開門 要結帳 她就問我 她說弟弟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這樣 我說不要 我就借故 因為那時候已經快一點了 然後我就說 我說我家裡還有小孩 老婆在等我這樣 然後要回去 哎呀 放心 姐姐不會吃掉你 蓋棉被存聊天 然後她那時候就說 我逃不過她的五指山 她說你逃不過我的五指山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我又變齊天大聖這樣 後面她還是沒去 後面她 我說那你要不要去呢 她後面還是決定不去 然後又倒車出來 汽車旅館本來都要進去 然後她又倒出來 她跟我說 我說你為什麼又不去 她說 你又不跟我去 那一晚一千七 我跟你 你不跟我去 我去幹嘛 那那麼貴這樣 然後後面我在想說 那到底要把她再去哪 因為她已經醉了 那時候其實也剛跑不久 其實對這個還是會害怕的 因為她喝過酒 這樣才不是來上節目講 對不對 她還 因為那是有影片 她還 跑來我駕駛座這樣 那叼了一個煙 我就說我車上不能抽煙 不然你下去 跑來你駕駛座 她不是坐裡面嗎 她坐後面 然後她有 有往前這樣 不知道要弄我前面的螢幕 還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 我其實是有點害怕 有點害怕 怕她把我怎麼樣了 可是那是沒有 然後後面她抽煙 她就要點了 我就說我車上 不能抽煙 不然我停路邊 那你在那邊抽我等你這樣 我說這個車不是我的 我說這是我跟車談出的 你如果抽煙的話 我到時候會被罰錢 我這樣找理由 其實車是我的 那抽的時候 她也是一直在大叫 鬼叫說某某某 你這個富心漢 老娘千里迢迢來找你 然後說你 拋棄我 她不知道要說誰 然後她在那邊罵的 然後那邊哭的時候 那個騎樓 就有人探頭這樣開窗戶 我想完了 大家以為是我在欺負她 以為我在欺負她 我就小姐你抽完了嗎 就趕快上車這樣 那到最後我是把她安置在 我很聰明 我不能亂丟 我如果把她亂丟 如果她被車撞到什麼 其實我可能 可能會有可能 所以我這個人是比較 謹慎一點 謹慎 明則保身 我是把她 後面我把她移到那個 我們便利商店的 不是有些 她會有那個 因為便利商店上公共場合 然後她有攝影機 然後她有椅子 桌子戶外的 她就一個人坐到那邊 抽煙 然後喝著她的高粱 我就說那我要走了這樣 那錢有收到 她其實從 她上車地點到下車地點 還不到操場兩圈 就差不多不到五百公尺的距離 結果跳表跳了五百多 哇 跳五百多 然後我也沒有跟她多收 我就一樣找她 五百多還是拿五百多 就拿五百多 我該收還是要收 我沒有跟她多收就好了 然後就把她這個神 這一尊神明送走了 傻瓜 你可以繞到五千多塊 再把她拿走 我們音樂會走來了 你叫我送走 那時候可能會賣罰 你會幫你補兵 沒有 後面有了這個前車之間 其實到後面晚上九點 十點以後的任務 我就接的時候 我都會怕怕 因為說實在 我們計程車的服務 其實會經常性的服務到酒客 順頭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不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我覺得我們喝酒還是要再 只是你沒有辦法承擔說 你沒有辦法預估 乘客他是什麼樣的人 會不會喝酒所以揍我 還怎麼樣 可是我有服務到 我覺得還是有一種使命感 因為你服務 每位喝醉的乘客代表 你有你有效的預防 他可能會酒駕的一個機會 你只要服務完 代表他不會酒駕 所以正常是要有這種使命感 可是沒辦法我會怕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那大家說他是個貴婦 可以買得起七萬多塊的大衣 那你有載過有錢人嗎 有啊 當然一定有 我們經營的服務的客群 尤其像我在高鐵排班 其實基本上都是商務客 商務客居多 在高鐵排班 有錢人是會不會比較大方 不一定耶 其實有時候 其實我自己這樣講是不太好 我覺得越有錢 他反而就是越會去資助比較 就可能像網路上說 就是你就是因為去計較這些 你才會有錢 但是這是開玩笑 也是有很大方的 可是我其實大部分遇到的 都是比較中規中矩 就跳多少給多少 那也沒關係這樣子 你說你怎麼在台中心地區 對 中部那邊 我在中部高鐵的時候 我有服務到 就是三位西裝隔旅的 我不知道他的身分 然後他一坐上我的車 他就說要去某某的大學 某某學校 然後一上車他就說 你到那個學校要多少錢 因為我們有載過 我說跳表大概兩百八兩百九這樣 你不要跳表啦 你不要跳表 你跳表幹嘛 跳表我就知道 你會跳到兩百多 你算我兩百五 他說他給別人載的時候 給某某司機載 還喊出名字說都兩百五 然後他還一直這樣 他都沒有等我回話 因為我沒答應他 我只是笑笑 他還說拜託拜託 你是王先生是不是 拜託拜託他這樣子 我不知道他的職業 我說三那時候不知道 看起來像律師 對 但是我就 我已經走了 對不起 他是 他後面我會知道他是律師 只是因為他後座 他在跟當事人聊天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 那案子怎麼樣 你就 我就算不聽也不行 被強迫接受 那聽的時候 我還聽到說 那個當事人 就跟那個委託人 跟他律師講說 你也快享清福了 要退休 結果他在抱怨說 我哪裡有享清福 我台北現在某個精華地區 有六套房產 那每個月房貸是六十幾萬這樣 那六十幾萬的房貸 我聽到就笑 那這個為了那幾十塊 要跟我殺價 我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他就這樣說 有六十幾萬的房貸 然後我沒有答應他殺價 可是基於職業的道德 我也沒說 我不要給你殺價這樣 我就只是安靜默默 然後到了之後 他們下車 然後他前面那個 就坐在我前面 可能是比較 心境的那個律師 可能他的事務所的 心境的那個律師 他請的 然後就付錢 跳表兩百八十五 他拿五百五十元給我 就是一張五百跟五十元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意思 他就認為是要兩百五 他要我找他三百這樣 好低級喔 他媽好賺耶 他一個月房 對啊 大家一直 我其實有分享文章 因為我說三十五塊 能幹嘛 三十五塊 你可以買一碗滷肉飯 你可以買一杯真奶或咖啡 我還買到一個人的人品 我雖然只有一套房 一套房就把我壓得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 我內心還比較富裕 所以我是有 我的確是這個律師 沒有達到兩方合議 就硬要這樣 我知道我有權力 因為他是律師 發生在一兩年 三十五塊 才能說到這樣對不對 我覺得 是 就什麼人都有 那Kitty呢 這個是在 有做特賣直播嘛 對 那你也做這個團購嘛 是 那也有碰過這個 很特別的客人嘛 像因為我在做團購嘛 那我就會有各國的商品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 有一次我就是 團的餅乾 那基本上呢 因為像在貨運的過程當中 難免紙盒 包裝一定會損壞 那我們在就是在做團購的時候 我們都會清楚的 著名在文章裡面 都會寫說運送過程 難免會有遇到盒子 可能破損或是凹到 然後就說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再下單 如果你不接受的話 就請勿下單 我們都會著名 他想要特別用什麼一些 很清楚的那個符號 好 那就有一次 有客人就買了 之後呢 他就訊息我就說 你那個餅乾的盒子損壞很嚴重 我就說可是我有著名啦 就像文章 他就說不行 我要退 然後我想說 好 那你可以麻煩你拍照給我看 拍照說實話就是只是盒子 就是有點凹到 我就覺得說 可是你餅乾也好好的 也還是可以吃啊 他就跟我講說 不行 而且連鐵盒都有凹痕 我想說 這個牌子 日本的牌子是歪開頭的 我應該知道 他們家的盒子出了名的有名 怎麼可能會凹到 我就叫他拍 我就看 我就因為他是拍一個 就看到盒子 可能就是邊邊像這種 有一點點這樣凹進去 可是真的很小 我覺得不至於要有到退貨 我就說不然你再 清楚再拍一張特寫給我看 結果拍特寫的時候 我發現到 跟你凹痕的那不一樣 他又惡意再把它破壞 可能再把盒子再凹到更爛 然後那個邊邊 然後他可能又再敲到 變很凹進去 我就跟他講說不行 可是他說好 那我要告你 因為什麼七天賤賞期又來那一套 我想說 這個時候 歸了一個餅乾告你 對 我想說就為了一個幾百塊 我想說好了好了 那你再還給我 結果回來 我想說也好好的 我還不吃得很開心 就是會遇到這種層次不窮 太多了 真的 OK